什麼法式麵包加德式香腸那種 No, I don't like it 我要蘿蔔糕加半熟蛋 或者是蘑菇麵加半熟蛋加豬排 Hi大家好我是Oprah 欸我怎麼會說大家好 Hi我是Oprah 今天呢就是畫一個比較簡單 最近沒有在用粉底液 但是可以讓皮膚看起來還不錯的一個 簡單妝容 真的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明天呢 因為我的instagram會跟03E合作一個 用他們刷具組畫出的一個 溫柔清新的小妝容 今天就想說畫類似的妝容 然後一樣是用03E的刷具組 但是也是一個get ready with me 因為我還會試FreshO2的新唇膏啊 然後還有我最近喜歡用的 沒有粉底液的底妝上法跟大家分享這樣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妝有興趣 然後對於那個之前很多人一直問我03E的這一些一系列刷具好不好用的人呢 一系列刷具在哪在這 一系列刷具好不好用的人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好就開始化妝了 首先我先來保養一下 之前直播很多人問過我就是蘭蔻這個極光水的感想是什麼 我下禮拜就會有影片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這一次只是有在跟蘭蔻合作 然後主要是還是在講小黑瓶 就是你們也知道是我的心頭好 剛好他們就問我有這個新品要不要一起試用 我就試用 所以我一起跟你們講我對他的感覺是什麼 而且我現在也持續愛用中 所以大家如果對蘭蔻合有興趣 或是你有母親節有想要購入的話 大家可以再參考一下 然後我再持續用一下小黑瓶 今天呢就是想要打造就是我前幾天在IG上一直PO 就是沒有用底妝呈現出來的妝感的照片 就最近的膚況呢除了工作以外 我大部分都會讓自己就是用最少量的粉底液 之後一樣還是會有粉底液實測或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熱愛粉底液的人 但是就是最近覺得身心裡都需要休息的時候 就覺得皮膚也應該適當的休息一下 我要再把我最後一滴的OAOA用完 我昨天已經買第三瓶了 所以不用擔心會沒有存貨 他說加丹尼了 好像又要開始母親節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管我 我就不贅述了 好 因為自從跟Alice老師拍片之後啊 我就更覺得說我的臉的保濕度是真的要做足 我的那個底妝才會貼 我把後面頭髮夾起來 不然好瘋喔 所以我最近啊 尤其是沒有上很多粉底液之前 我的底妝的那個濕潤度都會調的比較高 好 開一下蠟燭 讓你身心靈就是舒緩一下 到底我身心靈是都需要舒緩 好好笑 好啦 先用這一個 這個是嬌蘭的妝潛 就是它是比較屬於保濕款的 可是我覺得它上在臉上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你要用手推也可以 你要用粉底刷也可以 明天會看到我在Instagram上發一個跟031合作的小短片 它的那些刷子我今天也會用 因為我覺得那個妝容一定會有人問說是怎麼花的這樣 因為影片畢竟在Instagram上是時間會被壓縮的比較多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再拍一個Get Ready With Me 跟你們說就是我最近跟他們合作 Instagram小短片用的那幾支刷子 其中有一支是我自己去年買的 然後有兩支我已經用了一個多月兩個月了吧 然後在Get Ready With Me 其實它出現過非常多次 就是這兩支 這兩支一個叫做Make My Day 它是藍色的斜角粉底刷 一個是Be Special 是粉紅色的 它的好處是它都有這個防護罩 所以你要帶出門完全不用擔心 就很像是為什麼我之前會很愛這個 Real Techniques的蛋一樣 是因為它有一個這個保護套套套著 就是那保護套上 又想看房間 反正它有一個保護套套著呢 你出去外面補妝或什麼都非常的方便 然後他們是主打一支可以完成底妝啊 腮紅啊跟粉餅這些 就是它是乾濕可用的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有兩支的話 乾濕是會更方便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是粉底液上完 然後用來上遮瑕也上完了 你想要最後壓一點粉餅的話 我覺得稍微在衛生紙上清一下 用粉餅壓也是OK的 可是記得回家要清 因為畢竟你知道它上了比較多層這樣 我覺得還是需要清潔的 但因為你們也知道 我今天是不會上任何粉底液類的產品 我只會上遮瑕跟那個打亮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遮瑕上給你們看 欸我先上個護唇膏 唇有點乾 話說呢我最近就是身體真心的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前兩天就是一直跑醫院在檢查 那今天算是有比較正式的檢查出來 到底是什麼狀況 其實就是一如往常的 就是我的 因為壓力大的關係 我的免疫系統失掉 然後導致我的甲狀腺低下 就是我只有一般人的三分之一 就你們有看到我這邊 目前這一圈是腫起來的 其實我本來還蠻不想拍片 我覺得這一圈腫起來是真的非常的明顯 就我這一圈整個腫起來這樣 然後我為什麼會發現是 就是除了我之前以為自己是感冒 扁桃腺腫起來去檢查發現 我不是感冒之外 加上我們家是有甲狀腺病史的 再加上我最近發現 我一直都是一個食量很少的人 然後減糖過後 一開始有掉個一兩公斤 然後體脂也有降 可是前兩週可能心情起伏比較大或什麼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體重是直線飆升 可是我的飲食明明就控制得很好 也不是說控制得很好 就可能我假日會偷吃半碗飯 甚至是三分之一碗而已的那一種 我的體重卻可以飆高 那剛剛又再去回診 照超音波的時候 我體重又飆了三公斤 所以我這一陣子就是真的是 心情很難去調適跟平復 我就覺得 然後醫生就問我說 你最近是壓力很大嗎 因為這不是突然造成 這應該是你這一兩年來 其實都有狀況 只是你沒有發現 然後我就想說欸真的 因為之前其實是有讀者在留言底下 提醒我說 我的甲狀腺看起來有點腫大 我那時候還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我忘記我回他什麼 但這邊真的很感謝那位網友 就是網友提醒我這樣 然後我要先上一點打量 很突然齁 對阿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要 對自己的身體好一點 隨時隨地的該檢查就去檢查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靠 醫生說大概要吃個一到兩年的藥 然後主要可以讓我 吃這個藥可以讓我不會感受那麼疲累 然後身體的新陳代謝 還是要靠我自己運動啊 跟飲食方面去控制 像我昨天就有運動一個小時 然後今天會再運動一個小時 就是要讓自己爆汗 因為我是屬於免疫系統疾病裡面一種 呃叫做什麼 啊那個我就不贅述了 反正我是免疫系統類的一個什麼 甲狀腺底下 然後醫生說那一種類型 雖然是好發在女性 但是以我的年紀來說還是太輕了 就是應該不會這麼年輕 就得那一類的甲狀腺底下這樣 至少排除了我有節節跟腫瘤的這個可能 還是要靠就是還是要靠自己去控制啊 所以我會努力的動起來的 大家也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 然後今天又是零確診非常的開心 但是大家不要鬆懈好不好 真的很怕零確診之後 然後那個各大觀光景裡又一堆都是人 如果沒有需要特別的 就是工作或什麼或是實測的話呢 我就會讓自己的皮膚休息一下 然後遮瑕的話我也可以用這個斜角分離刷用 這個斜角很像它的那個刷腦非常的扎實 但是卻可以好好的幫你把你的 那個想要分布的那個遮瑕好好的暈開 然後不會有刷痕是我最喜歡 可是我有發現啊就是你一定要長長的去清潔它 因為當你因為有這個防護罩感覺很冰朵啊 就是不想洗的時候啊 你第二天或第三天大概用個四五天你就會發現 欸為什麼我刷在臉上的刷痕變明顯 就是因為你的刷子很髒啊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要出門或什麼的 定妝噴霧啊 甚至是少一點點蜜粉 我覺得也是ok 那如果你要再更可能養膚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刷子沾粉餅 好就是這樣 這邊其實是完全沒有粉底液跟遮瑕 嗨耶耶 耶耶起床了 然後用它完之後呢 其實你是可以再刷一層蜜粉 還是我示範給你們看好了 我覺得應該蠻多人想看的 是被鴨鴨燒到的 我去年還前年跟鴨鴨一起去逛 03億美容展的時候呢 他推薦我這個刷子必買 然後我就買了 它真的不便宜 可是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真的可以試試看 非常非常的輕浮 就是完全不會有 刺膚感 非常非常的輕浮 而且它是非常大範圍的可以沾取你的蜜粉 所以你可以這樣用滾的方式 然後不會去弄到你的遮瑕或什麼的 非常的方便 然後它的沾取力也很好 我非常喜歡 我就是通常都會把蜜粉拿出來 然後在它的粉撲上面沾一下 然後稍微拍掉 然後在蓋子上面轉個圈就可以上整臉 效果會很好 好 像這樣 好 上完之後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今天也沒有用粉底 但是有偷用個蜜粉 讓你們看一下妝感這樣 不然已經噴到眼睛裡了 今天眼妝呢 我就是要畫像那個小姐姐的眼妝 反正明天你們就會看到我的instagram的小影片 就是長那樣 然後我現在先夾個睫毛 話說昨天睫毛影片大家有去看嗎 雖然它是比較冷靜 就比較不像是我平常會一直一直講話的影片 但真的就是很隨性的 我突然就覺得 我現在需要夾個睫毛來振奮我的精神的時候 我就拍了 在晚上九點多 然後刷到快十點 然後就去卸妝了這樣 但還是覺得心情有被療癒到 所以大家如果心情覺得找不到一個出口的時候啊 試試看寫下來 或者是找一個你平常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猶豫 不要管說我現在十一點我化什麼妝 就化 go ahead好不好 就化沒關係 然後我先把睫毛加起來 但我今天睫毛就沒辦法像昨天那個那麼浮誇 因為真的是沒時間喔 我等一下還要去改一個工作 但是 就是這樣 我先把它大部分都夾起來之後呢 我建議要化的是小姐姐妝容 然後要用的是03E的557 這一支刷子呢 它真的比我平常用的眼影刷再大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的眉骨打亮啊 鼻影甚至髮際線我都會用它 然後我要上安咪咪的這個 這一盤是什麼啊 這一盤是土茶 反正是茶的那一盤 就不是新品 建議大家上眼影都是先壓 然後再Z字型的推開來 先壓 你就是確定自己的眼影色在哪裡之後 再慢慢的把它往上暈染開來 它會比較自然有沒有 然後這邊也是先壓 壓在你想要地方之後呢 再這樣暈開來 然後下眼尾我也會一樣用這個顏色 我最近很喜歡用單色眼影 完成一個眼妝 這個刷毛超級無敵的舒服 這是03E他們的新品 它是化鮮毛 是日本製的 所以它就抓粉粒啊 跟動物毛一樣強 我覺得很厲害 可是它確實價格是偏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基礎的入門款 可以考慮這一支 但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多很多支 所以你不一定要全部買 可以就是今天先買一支 然後過半年之後有預算 就再買一支這樣的感覺這樣 然後呢 我要用這個560這個斜角色 它一樣也是比較豐厚的那種 我要沾一下安咪咪的這個第二個 這個第二個顏色我要上一下我的眼窩 因為有時候用這種粉紅色的眼影啊 你會覺得眼睛看起來泡泡的 我自己是還好 因為我這邊眼窩的這個骨頭 算是蠻凹進去的 但如果啦 In case你很害怕的話 你就可以上在眼窩這個部分 就讓自己的眼睛再深邃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顏色不要拉太重 記得一定要敲掉以後再慢慢的刷 因為它的斜角還蠻貼合你的眼窩的 我覺得用它上的效果是蠻好的 然後顏色也不用重 我們就挑這種淺淺淡淡用來上鼻影的這種顏色是最方便 然後順便上一下我的鼻影 我最近超愛用它上鼻影 因為它很大塊 然後刷起來就是完全不會有色塊感 上起來會蠻自然的 今天的那個聊天主題呢 也不是聊天主題 就剛剛聊天已經聊過 就是大家要注意好自己的身體 然後記得一定要勤喝水 就是要一直喝水 然後喝進去也要想辦法排出來 所以要想辦法讓自己動起來 好不好大家 體內吃了健康 然後我們要想辦法排出汗水 可以疏解一點壓力 就是我像我昨天就是跟著 我之前最常跟的youtuber叫做fitness blender 他們是一對情侶 我不知道他們結婚了沒 他們就是會上一些 針對臀部啊 腿部或是全身的cardio 然後男生會有一些高強度的 然後女生也會有一些高強度的 就是他會跟著你一起做 可能有個10分鐘 20分鐘 40分鐘 你可以根據著你有的時間去挑選 然後最近我還有跟一個台灣女生叫May 就是我也有跟她一起做一些腹肌啊跟腳啊 像我現在大腿就是炸到一個不行 就是想辦法讓自己爆汗 然後做到快不行的時候 你就是啊 這樣撐下去的那種感覺 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可以撐下去的 只是蠻痛苦的 然後打亮我用一下amimi這一盤 之前跟表姐聯名的 然後刷子是031的558 它就是那種比較小巧的那種刷子 可是我覺得它是用來上臥蠶 神仙組合 因為它就是 你無痛欸 就像我這兩天去抽血 我覺得我們家附近那個 護士們真的 他叫我深呼吸的時候 欸 抽完咧 真的不會痛 真心的不會痛 真的是 非常的感謝他們 讓我是無痛的悲痛 因為我是 等於是我只是很不想去看感冒 因為最近你知道大家就是盡量減少出入意願嘛 可是 我為什麼會去看 是因為我發現我這一邊不只是現在這樣喔 我是這邊整個腫出來一個東西 那我想說應該要去看一下 結果一去看醫生一看到我就說 你有假狀腺嗎 假狀腺病死嗎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我沒有欸 他就說可是你現在腫蠻大的 然後 我以為是扁桃腺 但後來發現其實是假狀腺 然後他就說你等一下要立刻抽血 然後什麼時候看報告這樣 然後我其實就有點傻 因為我今天根本就是沒有那個心理的準備 但其實也不需要心理的準備 但就是要做就是必須做嘛這樣 然後做完之後其實也有一點莫名的恐慌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結果會是什麼 可是還好他們都讓一切非常的順利 而且專業 而且就是完全幾乎是無痛 然後呢我要再用這個558這一支 就是我最近喜歡化的淡妝 就是我連外眼線都不會化 我就是化個內眼線之後啊 然後用558這一支 從我眼線這一區 把眼線拉出來 就把我眼尾的內眼線拉出來 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單眼皮的人 我覺得也會蠻適合這一支刷子 因為它可以做小範圍的煙燻感的妝容這樣 然後再來呢就是睫毛 睫毛我就不多說了啦 畢竟我昨天都拍了那個影片 然後雖然那個影片沒有到很搞笑 就是或者是可能沒有很很就是高昂的氣氛這樣 但是我自己畫起來是覺得很療癒 大家如果想看我怎麼把我的睫毛畫的真的是根根分明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但那真的要下很多功夫 我一開始以為我大概只畫了不到10分鐘 那後來發現我撿起來都有20幾分鐘 就代表我實際畫的時間應該是有個快30分鐘左右 而且中間又歷經了葉葉尿尿 還有葉葉大便的一個時期 所以應該是蠻久的 只是還蠻多人回就是回報我說 她的睫毛又短又翹不起來 她真的是直接放棄 就很像那天我幫Alice老師化妝 她不是說我的現在睫毛很短 你要不要直接放棄 可我這個人呢就是對於睫毛這部分不想放棄 我是一個還蠻應景的人 我說我脖子很硬這件事 就是很不想認輸 尤其是一開始 除非我試過 我真的不行我才會想放棄 就像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玩overcook嗎 然後就很多人說overcook 根本就是分手的遊戲或什麼之類 可是我跟我男友雖然只有兩個人 但我們兩個莫名的就是居然會一起討論戰略 就譬如說我發現我男友的強項是分配事情 就是他會跟我說那你等一下就負責切菜 然後跟送餐 然後洗碗盤跟什麼組裝什麼就給他 就是他會在我們玩過一次之後 就很詳細的講出他覺得我們兩個適合做什麼 然後我就會去做 就做完之後就發現效果真的很好 但是像那一天出現一個他的瓶頸就是 我們要組裝披薩 可是那一個東西就要花四個料或是三個料 或是四個不同的料 就去組成了 這個我男友就會有點傻主 他就說這個要配什麼 這個要配什麼 這樣可以送嗎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立刻暫停 然後調整說配料全部都是我來配 然後我拿碗去給你洗 他就負責送進烤箱洗碗 然後跟送餐這樣 然後我們莫名的兩個人就過了那一關 但我們也挑戰了五六次 我就覺得 Overcook是一個雖然大家說是分手神器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增進感 其實也蠻重要的一個幫手 就因為我跟我男友都是那種 還蠻不認輸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一起想辦法過那個關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男友那一次還甚至 因為我在玩那個花冰那一集 大家也看過嘛 就是滑雪的那一集 一直滑倒 那一集呢 我一度就是很想放棄 可是男友就是一直鼓勵我 到後來他甚至 還說他一個人要拿兩個手把 然後他還真的有一個人拿兩個手把 玩過一兩次 可是後來還是沒有辦法過關 還是需要靠我就是振作起來 我們兩個才可以一起過關這樣 當然我真的很愛任何有關於廚藝的遊戲 就像我最近有在玩那個熊大上菜 就一個禮拜大概玩了兩次吧 好好玩喔 我覺得就是要上菜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療癒的事情 尤其是越複雜的菜我越喜歡 越要加很多料的漢堡啊 然後突然薯條跟雞塊也要加醬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喔好好玩喔 越來越難了越來越難了 客人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多了這樣 所以我以後可能真的會去賣早餐 只是賣早餐的成本也不便宜 你們知道嗎 而且通常賣早餐 就是我也不想要當那種就是早午餐點的人 因為其實我根本就不愛吃早午餐 我喜歡吃的早午餐就是早餐點 我不愛那種什麼法式麵包加香 什麼德式香腸那種 No I don't like it 我要蘿蔔糕加半熟蛋 或者是蘑菇麵加半熟蛋加豬排 之類的這種東西 我不喜歡早午餐點 我喜歡早餐點 如果你們未來突然看到我沒有上片的話 可以去各大早餐店找找看我的生意 好然後再把我的鼻影刷一刷 這支鼻影刷大家真的可以入手 它也不是專門的鼻影刷 它其實是眼影刷 話說昨天我看到Amber有上跟那個Salon合作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它介紹的很詳細 我之後會拍一個就是一個單一品牌的特輯 因為我最近看到他們家有蠻多東西 我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有上那個區城市的官網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昨天Email他說已經出貨了 所以我還蠻期待的 那個品牌的東西就是其實是開架品牌 然後他們家的東西我擁有蠻多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買什麼 但他們最近有出一些底妝啊 跟唇部產品 是我很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麼 最近有一個我很喜歡的YouTuber有業配他 那我就立刻跟他說 我要去選色 我真的看完他的影片 10分鐘我已經在區城市買好 因為現在我發現去區城市其實你也不能試色 因應那個現在新冠肺炎的關係 Bobbi Brown斜角眉筆我會說他畫起來會再更順暢一點 不會有就是如果你一直重複算的話他也不會有糾結感 糾結現在大家說我好像都會講糾結 但是呢 Salon我自己也覺得不會有糾結感 可是如果你真的重複補他太多次 他會有一點點需要你去梳開來 但是梳開就沒事了 可是Bobbi Brown我目前好像還沒有遇過就是 需要我去特別梳開的狀況 所以大家自己斟酌一下 如果是以開架的這個價格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他的重點就是他的三個顏色我覺得沒有差到太多 所以如果你的髮色不是那種很特別的 你就是有一般染 像我一樣有一點點咖啡的這種人的話呢 我覺得2號3號其實你應該都是可以駕馭 只是2號好像又帶有一點點的綠色 最近這個比較溫柔的妝容 我的眉毛就不會畫得太重 好 大概就是長這樣 應該還算不錯 自己講 好然後再來呢我會用這個 一樣是這一支560 然後沾一下這個 ZA的這個 亮色系列去打亮我的眉骨 ZA的眉粉啊我覺得他唯一贏過 KATE的眉粉就是他的 光影效果會高過於KATE眉粉那一盤 因為KATE眉粉也是我以前很愛的嘛 被史丹尼老師燒到以後我就開始愛用他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他沒有讓我打亮眉骨的東西 所以我必須要靠別的盤去打亮 那其實也沒有差如果你不在意的話 只是後來跟自己也合作這一盤以後我就覺得 欸這一盤效果也很好欸 然後打亮一下唇珠 我最近很愛打亮唇珠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有一種小姐姐的感覺 為什麼一直叫自己小姐姐 這樣是不是有點噁心 但是anyway 然後呢我最近的髮際線又有點猖狂了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就是要用這個 好 然後這邊也直接用這個補一下 我覺得有補髮際線啊你的整個臉看起來的輪廓會更漂亮是真的 因為其實我各大朋友結婚啊我也都會去觀察說 就是造型師啊或是彩妝師是怎麼幫他們修出臉部線條的 我覺得補髮際線這部分真的會讓你的臉啊 的框度 就是比較自然 就比較呈現是漂亮的橢圓狀 所以我最近還蠻彌髮際線這件事的 但是我之前買了的face shop 我覺得還是可以 可是他沒有辦法這麼精細的進去這些腳腳 就這些腳腳還是要靠這種刷子 這種斜角刷去刷 你看現在刷了之後我的臉整個就變成一個 很漂亮的橢圓型 我不是在說自己漂亮 我是說臉型的 好然後再來我要用這一支五三八 他是火柴型的 跟我以前最愛的Sigma那一支很像 只是他是偏小一點點 然後腮紅的部分我就沾這兩個 一個是剛剛的眼影色 一個是比較淺的這個橘色 然後我會在殼子上面稍微刷一下 或是你可以在手心上面刷一下都OK 就沾上你的臉 他也是超級無敵舒服 我記得這一支好像是動物毛吧 他的抓粉力很強 所以大家記得要先在你的 盒子上面把它暈開來 或者是在手心 打亮我來用我之前很喜歡 但是很久沒用的這個 Claire Depore的肌膚之藥的 等等我之前用到變這樣 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用它 這個打亮就是極細緻 它的光澤是非常美的那種 可是呢 它有點偏冷光 所以我不會上太多 然後我也不會把它上很靠近我的毛孔 因為它就是比較偏是這種 有閃光感的 如果太靠近我的毛孔會比較顯我的毛孔 因為畢竟我今天沒有特別用遮毛孔的產品嘛 所以還是要小心為主 好 差不多之後呢 我就要來上唇膏 唇膏呢 我今天就上一個我平常沒有在上的顏色 但是就是看起來會比較偏冷色調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我應該要OK 這個是Salone的014 啊不對 等一下我想到了 我要試那個雀斑的還沒試給你們看 OK Wait a minute 這個是豆沙肉桂 跟它的唇餡筆 很淡很淡 這個是珊瑚暖質 然後跟它比較偏粉的唇餡筆 最後一個是煙燻磚紅色 最後一個煙燻磚紅色呢 哇 OK大家不要畫太用力 因為我把它畫斷 最後一個煙燻磚紅色搭配這個是比較 有點帶紫色的那個唇餡筆的顏色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蠻適合這一個的 但是又覺得這個好像有點了無心意 還是我畫這一個 但是會不會太重 畫中間這個好了 畫橘色好了 沒有什麼顏 沒有什麼味道 喔好暖 它質地是屬於那種沒有到很濕潤的 但也不會黏 但是它是屬於那種 你現在一擦上去就知道它應該是會沾的那種 就是它要一段時間才會乾掉 它不會立刻乾 然後呢我想要搭配它們的唇餡筆 是蜜糖可可色 剛剛畫出來其實它這個唇餡筆 幾乎等於是沒什麼特殊顏色啦 就是它是一個蠻漂亮的裸粉 就是很裸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要單把它拿來上整臉 整嘴應該也沒關係 整臉就不行 整個嘴巴應該可以 那你看它現在就是讓我的手上都紅掉了 所以它是會染唇的 但是又沒有到立刻快乾性 那我現在摸我的嘴唇都還是濕濕的 你們看一沾就上去了 然後再有一點點上一點這個可可 蜜糖可可色 好像ok耶 跟今天的妝不會不搭 好啦那今天的妝就畫完了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簡單 最近就是沒有再上粉底液 但是有用打孔跟遮瑕上的整個妝 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那今天的妝就畫完了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妝 然後就是最近讓自己皮膚修寫的妝 因為你們也知道 我很常時候要底妝實測帶妝比較久 然後我就覺得這兩個禮拜可以 剛好在這次底妝實測 跟下次底妝實測中間休息的時間 可以順便讓自己皮膚休息一下 然後最近我覺得這樣化妝的效果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希望你們也喜歡 然後我覺得雀斑的這個唇釉 我還蠻喜歡的 唇線筆我要再試一下 我目前對唇線筆沒有太大感覺 我可能下次直接單用唇線筆的感覺 會比較深厚這樣 可是我覺得它的包裝 就是真的你買了一個以後 它完全可以當你桌上的就是裝飾品 如果你有像我一樣 很喜歡用小東西裝飾家裡的話 但是這個重點就是你要每 就是每次擦櫃子 你都會非常的痛苦 因為那些小東西 就是要一個一個拿起來擦這樣 然後他們都很會寄回城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過敏兒的話 好啦就這樣這三個 然後今天剛好試給你們看 然後呢再跟你們說一下那個 031它的那個斜角粉底刷 一開始會長這樣 是非常的可愛 就是它兩個標語的斜角刷 它這好像是限定色的吧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明天ANSAから我還PO出一個 就是專門for他們的合作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這樣 今天就只是純粹畫一個 很簡單的妝容給大家看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煮那個 減糖料理的另外一個 就是雞胸肉香菇肉燥蒟蒟 蒟蒻麵 我現在真的非常認真的在減糖 雖然最近體重還是狂飆 可是既然知道自己生病了 就要更努力的 就是加強自己的新陳代謝 然後把自己的身體弄好 大家也是喔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就明天見囉 欸不對明天是不是禮拜六 那我們就下禮拜一見囉 Bye Bye 好